正如大多数成名之前的艺术家一样 默赫塔尔在巴黎过着贫寒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更是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191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 艺术家在坚持雕刻创作的同时 不得不从事各种卑微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默赫塔尔的事业也迎来了转机 他被邀请接替他的老师 继姚姆·拉普兰奇 担任巴黎格雷万腊像馆的艺术总监 任职于腊像馆期间 默赫塔尔雕刻了政治家乔治克来蒙缩 伍德罗威尔逊 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帕瓦洛娃 以及埃及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等名人的雕像 在巴黎工作期间 默赫塔尔曾与萨德扎格鲁勒会面 这位长相与李鸿章有几分相似的老者 是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托党的领袖 也是埃及独立运动的先驱 曾任埃及亡国首相和国民议会主席 在当时埃及政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次会面坚定了默赫塔尔支持埃及独立的决心 激发了他积极参与祖国独立相关政治活动的意愿 有感于1919年埃及反抗英国占领的革命运动 默赫塔尔决定通过创造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作品 来声援和激励埃及人民 于是一座名为埃及觉醒的作品诞生了 这是一座寄托了埃及及其人民所有梦想于一身的雕像 诉说着这个国家光荣的过去和对未来的展望 埃及觉醒雕像的小模型 于1920年在法国艺术家沙龙展出时就饱受赞誉 随后又在巴黎大皇宫的展览中摘得金牌 华夫托党领袖萨德扎格鲁勒认为 这幅作品正是埃及民族复兴的象征 拥有科普特基督教背景的著名政治家 埃及法律界先驱 艺术赞助人维萨瓦瑟夫也对其大家赞赏 在巴黎的埃及学生更是为其蕴含的象征意义而深感触动 为了将这个伟大作品向埃及人民展示 法国的埃及留学生们回到开罗后 发起了一项筹款运动 旨在委托建造和树立埃及觉醒雕像的大型版本 由于这种向私人募集资金来修建大型公共雕像的形式 对于当时的埃及社会来说过于新颖 筹款活动进行的并不顺利 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接纳这种形式 理解公共雕像之余社会的意义 但是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式 最终使得这一事件迎来了转机 在1922年埃及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在占领埃及40年后 英国在这一年被迫承认了埃及的政治独立 但仍然控制着军队、外交等关键部门 埃及民族主义革命家们希望能凝聚全埃及各群体的力量 进一步争取埃及的完全独立 虽然穆斯林在埃及社会中占据多数人口 但是埃及也有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人口 东正教基督徒、天主教徒以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基督徒 民族主义者需要联合和统一埃及社会的各股宗教力量 共同争取埃及的独立 如果能利用法老时代的元素 把人们带回各教派诞生之前强盛的古埃及 来寻找共同的历史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显然是凝聚人心的最佳方式 因此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古埃及法老时代元素 在现代埃及文化生产中的应用